新推出的擴大移民政策及救生艇計劃 嘉河作為聯邦移民局的服務機構 特別設立了一系列的職業介紹短片 方便有致投身在加國專業的人士 大家好,我叫KC,我是一位註冊的建築師 我在香港註冊了差不多二十多年 我現在也是在北美洲有一個註冊建築師的證明 今天很高興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個行業在加拿大甚至乎在美國 如何入行和工作的前景 至於我們這個行業在加拿大是有什麼監管的話 其實最主要我可以說一說是有兩個監管機構 因為加拿大就很大,我們是每一個省份都不同 所以我們如果是希望在加拿大工作 而大家又希望在這裡註冊 作為一個專業的建築師的話 我首先要重申和首先要強調 就是大家必須要去你將來去那個省份 那個有關的註冊的建築師管理的有關機構 去看清楚他們有關的條例和他們有關的需要 因為這個大致的框架是一樣的 至於有些細節的話 就可能是說得不太清楚 所以大家最重要是去到某一個省份的機構 留意一下 首先如果說註冊的機構 例如我用一個例子就是安省的話 我們的安省是一個叫OAA OAA就是Ontario的Architectural Registration Board 簡單來說 這個機構其實是要負責一個叫做Certification 簡單來說是一個Certification Authority 叫做Licensing Authority 它主要的工作就是監管、確保所有建築師 都是達到某一定程度的專業的要求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minimum的competency 這個也是第二個功能 其實它也是某程度上作為一個聯誼聯繫的性質 簡單來說就是譬如你已經在裏面註冊了 定期會發一些資訊給大家知道行業裡面的改變 或者會有很多時候譬如跟香港一樣的 都是有些我們叫做Continuous Education 會有一些Social Gathering 都是確保我們這個專業和這個行業 在這裡是有一個定期的更新 以及大家有一個聯誼在裡面 第二個叫做監管機構 其實叫做CACB CACB就是Canadian Architectural Certification Board 叫做 這個機構最主要就是一個考牌 等於來說就是一個登記 你要考牌要License的時候 你就要先去那裏作為一個Enroll 在那裏來說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所有東西都是你專業的註冊 你的個人的記錄 是必須要在這裏登記完 然後它會有一個號碼 才可以進行其他的 譬如考試 譬如專業登記 必須要在那裏有一個記錄 所以這一個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步驟 來的 它這個機構也是負責 譬如說 如何去確保大學的建築系的專業課程 是有一定的認受性 所以他們都會到處去 譬如說加拿大的大學 他們都會去做一個accreditation的工作 在裏面的 還有他們都是一個 如果是一個外國的建築師 等一下我會很詳細去解釋這件事 他們都是有一個責任 如果你是一個外國建築師 已經有一定的註冊身份 已經是register了很多年的話 他們都是有一個mandate 他們可以有一個權力 去看下你的註冊身份 是否可以將你的牌照 簡單地說 是通過一些手段 互認的方法 變成一個加拿大的註冊建築師的牌照 所以這個board的工作範圍 是非常之大的 至於有什麼 提到有什麼入行或者入學的資格 我可以分開兩邊來說 第一,假設你是一個中學生 或者想幼稚投身這個行業 最簡單的方法 當然是來加拿大入學 找一間大學裡面有這個課程去讀 這個課程其實整個北美洲 甚至香港和英國都是這樣的 首先要修讀一個四年的undergraduate degree 然後再要修讀一個master of architecture degree 我們就叫建築學石士的學位 這個學位其實因為它 學術上是五花八門的 因為現在的行業都是十分之專業化 所以如果大家在找的時候 通常我們都是找一個字 很清楚叫professional degree professional degree 的意思就是說 你讀完這個學位之後 你才有一個專業的學術的資格 在剛才我們說的CACB 它是認可你有一個學術的資格 才可以去登記 那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那尤其是其實加拿大 都很多不同的學校 很多專上的學院 那不一定說所有學校 都是叫accredited的 那這個是如果想讀書的話 這個是很重要的 第二點就是加拿大 和美國都是一樣的 它其實很歡迎任何人 已經有第一個學位 我講的是任何人 有任何一個學位的 假設我第一個學位是讀經濟 甚至乎是心理學 或者是工程的 或者是藝術的 你都是可以去考這個 master of architecture 去報這個master of architecture 的degree 那當然如果 如果你在比如說 在香港讀過 那可能已經是跟architecture related 如果你去加拿大報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有一些叫做placement 意思就是說你已經讀過某些科目 那它也可以把你需要收的科目 減少的 所以這個也是很認真 如果有興趣去讀這一科的時候 就要看清楚 究竟 某一間學校 某一間學校 要求你讀多少科目 那個科目的年期是多久 然後再看回自己 譬如我之前在香港 或者在哪裡 我已經讀過某一些科目的話 然後去申請 那因為它究竟是給你多少placement 或者是給你多少科目的話 這個是完全在學校上面的一個 在它的權力上面 所以最重要就是要看清楚這些東西 入學的要求 其實architecture是一個我們叫做專業的科目 那如果是簡單來說 譬如是中學這樣進去的時候 那麼我們北美洲這邊 我們都是計GPA 那大多數都是一個頗高的成績 那我們可能是至少要有3.5 超過4的GPA 的GPA 就是先去報到 那據我所知 大多數的同學 如果是報undergraduate的話 或者甚至是報master的話 都不單止有這個GPA 那另外譬如說 英文的程度 那這些都是我們說的 IELTS可能是 最基本都要有7 那這些都是國際上的一個 基本的英語最低要求的程度 就是入大學的話 那其他東西architecture 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很注重你對某些基本功 因為那個行業都不能不少 要跟一些設計有關 很多學校都要求同學申請的時候 是要提供一份Portfolio的 那至於Portfolio裡面是什麼 譬如大家可能是有畫畫有興趣 做設計有興趣 如果你之前是undergraduate 讀Interior Design 那這些完全是可以 是可以放在Portfolio裡面 然後在大學的時候 他就會看你作為一個平日的標準 那另外一件事其實很多間學校都要有的 就是一個Statement of Intent 就是說簡單來說 你為什麼想來讀這個科 那這些其實是很基本的程序 假設是讀完書 好像我剛才所說 已經是準備不出業了 那至於是怎樣去到入行的話 那大多數其實 其實今時今日 我也認識了很多朋友 已經有很多選擇 那我會講述的 譬如是最傳統的一個做法 就是讀完書 拿到一個Marsala Architecture 剛才我講的這個Professional Degree之後 那怎樣去考牌 怎樣去拿到這個專業資格 那剛才我講過 那時候 剛才我剛剛講過 就是說需要有一個 Accredit的學位 然後就在一個CACB 那裡 那個監管機構那裡 就登記 然後就可以在那裡準備考試 那加拿大的考試那個制度 其實就是 就是和美國 甚至乎香港 都很相近 那要有很多不同的科目 要考 那at the same time 也都是需要有一定累積 一定的工作經驗 那我們講的工作經驗 是以時數來計算的 那如果大家看回網址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大約是要有三千七百二十個工作小時 那剛才我又再講一次 這些事情 就是所有事情 譬如你已經做了 一路做 那一路在剛才說的 CACB 那個網址那裡 你又要不斷自己把自己的工作 那個紀錄 學術的紀錄 不斷更新 在那裡 讓它知道你是做了多少 那剛才說的三千七百二十個小時 其實 如果你以一個星期四十個小時工作來講 大約是說 不夠兩年 那有時候因為有計算時間 諸如此類的時間 大多數的新畢業的學生 新畢業初入行的年輕人 都是用兩年作為一個標準 簡單來說 就是說你要兩年的實習的經驗 才能滿足到這個叫做考牌的最低標準 那除了這個時間之外 這個又是要看回不同的省份的註冊管理局的要求 那某一些註冊管理局 譬如說需要你有一些上埋一些課的 譬如一些叫做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urse 那另外一些呢 亦都是需要有一個interview的 那這些interview 通常我們是說的是有三到四個當地很有經驗的建築師 然後就會問回你一些問題 那其實這些問題都是一些考核來的 他會問回你工作的情況 問回你不多不少都是考試上面 可能你做不到的事情 或者你答得不好的事情 然後他會針對那些事情再問回清楚 那另外最主要就是 就是考完試之後 基本上你已經過了 那個oral interview都過了 那基本上你是最後一個步驟 就要回到那個省的建築師的註冊管理局 譬如剛才我們說 在安省的就是OAA 如果在BC省的就是這個叫做AIBC 那又是了 再重新說一次 大家必須要去每一個省的管理局 看清楚它的要求 那也都有人問 譬如我可以在BEC省讀完書 然後我去安省工作 或者去其他省份工作 又行不行呢? 絕對是可以的 那這個也是回到我剛剛說的 去到那個CABC那裡的重要性 就是你那裡是一個寸角性的機構 你的record 它其實就不理會在哪裏 那所以你一定要 在那裏update住自己的工作時間 學術背景 所有的東西在那裏update住 才是 承認簡單來說 那特別是轉工啊 轉省份啊 這些都是一些 經常會遇到的問題 那至於考試來說的話 其實考試這裏是分開四個大的部分的 那因為裏面都涉及很複雜的不同的學術科目 我就不會很詳細地說 那但是大致上來說呢 都是涉及一些我們平時 讀書的時候讀過的科目範疇 譬如簡單來說設計 我們叫做site design building design 有些是跟engineering有關的 譬如大家讀過 或者工作上和structural engineer 和MEP engineer做過很多協調 那這些是一些實質的工作 他都會在一個學目裏面考 就是在一個考試範圍會有的 那另外一件事 譬如會考的 譬如一些比較實際的事情 就是說那個 加拿大的 法規 那這件事 基本上是一定要有某程度的工作經驗 我們要有一個實踐經驗 然後才可以 有基本形式才會考得好的 那另外一件事 就是在考一些 譬如我們 我們這邊叫bidding negotiation contract negotiation 香港我們就可以 當然叫做投標之類的程序 諸如此類的事情 這些也是一部分的考試範圍來的 那因為考試其實是另一個大題目 所以都非常之可以說很久 那我就在這裏不會再失去說 那但是呢 有一個好處就是 在加拿大考這些專業史 就是已經是一個很成熟的一個做法來的 那是一個全國性的考試 那每年基本上是有一次的考試機會 那也是有很多資料可以找到的 那譬如說你工作上 那已經有很多或者師兄啊 或者同事已經做過 師兄、師姐已經做過 那它其實已經有很多資料可以拿到的 那也是一個 不是說很難的事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自己也考過 只要有恆心就考到了 這個可以這樣說 那這個是我剛才說過的第一個 就是一個有志投身這個行業的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如果是想讀書的話 那第二個呢 就是其實說 譬如我已經在香港了 我已經是一個很有經驗的建築師了 我已經是香港人的 member 已經是ARBHK的 member 那我移民到來加拿大了 那我可不可以做回這一行 我怎樣可以重新投入這個行業 怎樣可以取回禁止呢 那這裏就是有少少複雜的 必須要知道在加拿大的省份 每一個省都是的 它的首要的條件就是 你必須要是PR Permanent Resident 或者而是一個citizen 才可以讓你登記 註冊成為建築師的 譬如你剛剛來到的 如果是正式移民過來的 那這個當然你是絕對可以做到 那如果你是有這個身份 假設然後要怎樣做呢 又是要回到每一個省份的管理局 官省OAA 假設BC省AIBC去看看他們的要求 在他們每一個省下面 其實都是一個框架的 這個框架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簡單說是一個 戶型的標準 就是叫做 Broadly Experience B.E.F.A. B.E.F.A. Broadly Experience Florine Architect 那這就是一個框架 一個機制 它在裏面要做什麼呢 意思是它承認一些在外國 已經累積了某一定經驗的建築師 它是說外國 假設在香港 我也知道香港很多人 不一定是香港牌的 可能是英國RIBA 澳洲RAIA 這個當然是一部份 承認一部份 它就可以承認你 已經是一個 registered professional 第一步 第二步 它就要看你有多少工作年資 譬如說你做了 只不過是你登記了 註冊了做三年的 這樣就不行 它基本上是要你有七年 很實質的工作經驗 七年的工作經驗 才可以通過這個B.E.F.A. 這個架構入面 登記在加拿大登記 做註冊建築師 當然就不是這麼簡單 你填了表就可以了 它裏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例如第一 有一個education assessment 它簡單來說 它就是重新由你的教育 你的學術背景 重新再驗證一次 譬如如果是香港畢業的 HKU或是CU 英國畢業的 英國很多學校 美國畢業的 美國很多學校 這些大多數來說 都不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歐美國家 英聯邦國家 香港的 都是一個 只不過據我所知 是一個formality 即是你要將你學術的成績 transcript 給他們 他們互認了 這樣就完成了第一步 第二步要做的 其實就是他要檢查你以前 剛才我講過的七年的工作經驗 那他怎樣檢查你呢 簡單來說 可能就是你要將你寫一份報告 你自己究竟要做過什麼 是一個非常之詳盡的一個個人的報告 然後他就會用這件事做為一個平衡的標準 然後呢 第三回事 又是要通過一個我們講的一個面試 但是這個面試 亦都是跟剛才說 當一個fresh graduate 亦都是一個專業的面試 如果在香港面試過 在香港IA ARB HK做過的話 那些朋友應該都知道 亦都是一個不是很輕鬆的面試 亦都是會問你很多問題 第四樣來講的話 其實在加拿大 如果你要通過這個befa這個架構去登記 轉你的牌照的話 你其實就必須要有本地的工作經驗 這個是很重要的 即是說你 假設你剛剛移民過來了 我立刻有這份身份 我是不是去登記呢 不行 你一定要在有本 累積了在加拿大本地的工作經驗 這個大約我記得是說 至少是有本地六個月的本地工作經驗 那他都是合情合理 你來到 對本地的法規 行業的做法 不是太清楚 所以亦都是需要有 至少六個月的 Local Working Experience 他才讓你去Course Register 那另外還有其他一些文件上的東西 譬如需要有 已經是加拿大註冊了 E竹斯 他要是叫做Nominate你 他要幫你寫信 提名 諸而取得 這個相對來說 如果你在本地有工作經驗 亦都是懂得這個行業的人 應該是不太困難的事情 另外一件事 就是究竟是否真的需要考試 唯一讀完這一科 是否需要專門去登記 去做一個註冊的建築師 其實現在的行業出路也很大 加拿大和香港 甚至乎和美國 都很相似 讀的科目和學術要求 都很一致 譬如說 現在我也認識很多 很多的剛畢業的 讀了 拿到這個 master architecture 的朋友 其實他們都不想特別 再考試 或者是他不太想再做這件事的話 其實有很多出路 譬如說 很多人就轉去做這些 如果在這個行業裏面 很多人是做specialist 的 我講的是specialist 可能是專注在某些事件裏面 譬如說 我認識的朋友是做Cook specialist 即是專門去研究 一些建築的法規 可能是各個省份都不同 所以這些其實很重要 有些是專門去做一些 construction specialist 這些其實很多時候 在投身的行業的時候 譬如說你進入到一間公司 亦都需要很多這些特別的專才 很多時候朋友可能做了兩三年 覺得 我反而做這些專才是有興趣的 對一排照是否有用呢 如果沒有用的話 很多人都不會再去考慮考牌 這也是一個出路之一 當然很多人都覺得 這個考考這個registration 就是登記業建築師 對我來說會不會作用的 我只是想做設計 我只是專心想做設計 我只是專心想做設計 很多人都不會去考牌 但是為什麼很多人都會去繼續做這件事呢 其實是很個人而言 也對很多朋友而言 讀了這麼多年書 投入了這麼多時間 精力 也會走最後一步 另外一個想法就是 始終是一個專業 在外國拿了一個專業 其實是挺有用的 譬如我是一個專業的建築師 我記得很多很多年前 在 BC 省 如果是一個專業的建築師 你可以甚至做證婚人 所以其實這件事 都可以是一個挺好的 策略工作 或者你可以有時候 我記得以前在 BC 省 甚至可以做一些 某一些公正人的法定工作都可以 當然這些事情 現在可能不同 但是我想說 也是一個專業的資格 去到哪裡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有用的身份 最後可能要說一說 可能如果你剛剛來到加拿大 要怎樣找工作 或者入行的時候 需要有什麼特別的工作技能 這方面其實就是工作技能 其實現在都是世界化 很相似 就算是香港、美國、加拿大、歐洲都在 這邊的工作 其實如果是一個建築師 現在就必須要 譬如說 在軟件上 我們叫BIM BIM 這件事就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認識 你如果在香港工作 或者剛剛畢業 沒有這些基本軟件的認識 其實是真的很難找到工作 所以我也很建議 譬如說 在香港有一些已經是 你是architect 但你又很少做這些事情 其實香港有很多機構 是給你錢 拿這個持續進修基金 去上回六個星期的課 你拿到這張sert 其實來到加拿大 是非常有用的 簡單來說 專業其實不是在登記 或者是registeration licensing上 就完結 那麼這裡 加拿大和北美洲 是特別特別 好看重你 有沒有在專業上面 一直不停地去 學習新的知識 找工作 甚至乎轉工 其實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一回事 大致上來說 譬如在加拿大找工作 行業上 我們如果是architecture 進入architect這個行業 很多都是通過 indeed.ca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 找工作的網站 car store 這些都是一個很好 在這裡找到工作的 資訊的地方 那麼很多人也都會召喚 其實這個行業都是經常是這樣 那你也都不介意的話 將自己的portfolio 或者所做的事 直接拿上去 交上去一些大公司入面 那麼這裡再講 有一個提示 就是至於 譬如我剛剛來到 我來到加拿大 那麼移民來到了 我怎樣去找到這些公司呢 又是要回到你的省份 那裡 那裡 譬如AIBC OAA 他們都是當地的建築師事務所 都會在那裡有登記的 那麼他們其實是有了他們的資料 那麼你就在那裡可以找到 不同的公司的網址 然後就可以去那裡交易 然後就在那裡找到工 就是試圖找工 簡直是 那麼我個人的經驗就是 其實我們這個行業在加拿大 其實這十年呢 其實都算是非常之好的 那工作的前景其實都非常之不錯 那我也鼓勵大家有志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這裡試一試的 那最後就要鼓勵一下大家 那我自己個個人經驗 那我就在香港其實我很多年前 差不多二十多年前都在香港的建築 那因為我現在不在香港 那我現在就 那牌照對我來港都沒有用 那我是重新再考過 那牌照的 在北美洲 我是一個美國的註冊官 我們註冊的建築師 那但是因為美國農家 但是有一個很簡單的 recipital的一個機制 剛才說過 那條路是難走 也都聽下去很多 obstacle 也很複雜 那但是其實 有人版給你看到的 除了我之外 很多人都是做過這件事 那千萬不要氣餒 是一定做得到的 多謝大家